在变身魔路的影响下 莱奥斯化身正直轻壮年的矮人 齐尔查克则成了中年大叔 秦筷的先兮变成养尊处优的精灵 半身族的马鲁西尔 未成年特征尽险 碗包嘛 变成狗子也还是那么优秀 哈喽哈 这里是临时奇异的卡卡 在我视频评论区部分声音认为 既然时间长度是固定的 相对年龄的计算是没必要的 托尔金老先生作为古典奇幻之父 虽然曾经表示故事中的世界 都是映射我们所在地球的某一面 但终究是人类的幻想 即使观点不一致 也无法证明谁是对的 不过旧经老师让大家交换种族后 严格按照相对年龄 设计了彼此的形象 先说一个细节 大家被变身后 齐尔查克第一个提问 咨询先兮 莱奥斯看着像多大 并且提醒马鲁 你的寿命可能就剩下四十几年了 为何是半身人的齐尔提问 在旧经老师的宇宙中 环境艰苦的狗头人 都有五十五岁的寿命 半身人是军寿最短的五十岁 原本二十九岁的自己 只剩下理论二十多年的阳寿 所以对生命存量最敏感的是齐尔 齐尔为什么问先兮呢 问莱奥斯自己多大 还不如问走路姑 半精灵的马路 没在精灵圈长大 魔法学员也非社会环境 让他分辨先兮 怕是也很困难 半身人普遍娃娃脸 自己二十九岁 还总被伙伴误解是孩子呢 你说问碗包 人类还不至于为难一只狗头猫猫吧 所以得到见多识广的先兮回答后 提问也无需继续了 至于长身人齐尔的特征 留给萤幕前同种子的我们 观察就好了 半身人男性 平均身高是1米 其实查队的身高于1米1 莱奥斯也高于长身人男性均高 因此穿后者的衣服才没有不合身 甚至靴子里面的裤脚 没准还会不够长也说不定呢 顺道一提 喀布尔小队的米克贝尔 22岁 身高1米05 在半身人中 也算是正当年的帅哥吧 工作狂齐尔为了不触发陷阱 常年控制饮食 维持较低的体重 加上本就量载的身高 BMI18的他 在变成长身人后 脸颊凹陷 看着确实不如BMI26的莱奥斯水灵 起床时身上排骨禁弦 也就合情合理了 长期刮胡子留下的青胡茶印 眼睛下的皱纹 声音透露着七里女三的沧桑 如果再配上齐尔原本设定中夹杂的白发 那外表上将会更加接近 而实际上 这个男人只活了29年 13岁娶妻生女 14岁成年后被警离乡 15岁三个女儿 24岁组建工会 事业有成 25岁老婆离家出走 26岁加入莱奥斯队 试图站票大的 提前退休 所以我很喜欢讲相对年龄 先把不同种族 换算成咱们熟悉的人类 再去看他的经历 就能知道这个角色塑造的是否合理 额明日蔡老师的配音也辛苦了 纤细眼里 莱奥斯看着像60岁左右的矮人 37岁来到迷中的纤细 曾被老大吉林说 她是个还在长身体的孩子 112岁的仙西 已经是经验丰富的冒险家 打一栋铠甲 一斧子一个 可以边缠车拉缠 边分析 哪怕斧子被哇哇拉到 自己也是不慌不忙的抓住 只有面对强敌红龙 以及保护她眼中的孩子奇尔 仙西才会有流血的场景 不仅说明矮人强壮 同样也侧面揭示 冒险近80年的仙西 懂得格斗的真理 躲掉攻击 才能有更持久的输出 攻击弱点 可以事半中备 但再看60岁的莱奥斯 用脑门硬顶石像鬼 张着力量大 胡乱挥动郭宇剑 不是说他不会战斗 而是这样的方式 更像是轻壮年的人 战斗会有的行为 嗯 20多岁时的我也是 能熬夜做完的事 绝不浪费白天摸鱼的时间 40岁成年 200岁军寿 60岁正是一个矮人 最鼎盛的年头 本身26岁的莱奥斯 自然要活得像这轻壮年模样 仙西有纯正的矮人血统 原本112岁的年龄 换算成纯精灵年纪的话 大概也有250岁左右了 做矮人时 仙西是干活勤快 战斗身先士卒的勇士 变成纯种精灵后 不会魔法的自己 势不关己 高高挂起 曾经遇到困难 总是保护年轻人的他 现在走路带花 原先手指浸油锅测温 现在绷出来的油点 都会让他哭哭 这段在 《纤细日记》中的记载更详细 变身过程里 他确定自己的内在没有变化 但行为举止在队友 包括咱们观众眼中 变得像精灵族一样 翻回这本日记的开头 3月17日 加入莱奥斯小队的第二天 也是咱们看《迷中饭》的第二集 品尝了考巴西利斯克之鱼 仙西绘制了马路 并用两行字描写了对他的第一印象 名为马路希尔的小姑娘不想吃魔物 一直在吵吵闹闹的 果然是精灵族 不到一个月后的4月7日 在被大家说像精灵族一样后 仙西内心 承传的道歉 回想起来 我以前对马路希尔 也有做出过 有这种偏见的评价 我再也不会这么想了 50岁的马路在迷宫中 为了救出法林 接受风餐露宿 对形象与干净重视的他 没有足够的水源 那就一段时间 擦拭身体就好 曾经想着先兮兮兮兮胡子 后者躺在地上撒破打滚 马路一路背着整套行李 酒井老师的花絮中 他也对这么大量的装备感到苦恼 但动画中的马路 从未抱怨过 仙西变成精灵后 连最爱的锅子都不肯拿了 理由是 呀 那不是很重咩 顽固且对自身种族的骄傲 算是古典奇幻文学中矮人的特质 与世乌争 孤方自赏 也算是经典精灵族的形象 对各个种族有刻板偏见 是存在于仙西血统中的 不过他的小纪屋有说过 仙西是一位敢于接受自己的不完美 并会尝试纠正的人 齐尔说马路生40年左右的寿命 看来在他眼中 原本活了50岁的马路 现在也就是半身人的10岁多左右 马路是小队里唯一没有成年的人类种族 这也是表情薄之外 他可爱的原因 喜欢言情小说 虽然关键时刻有现实的一面 但冒险的根源 是基于自己理想化的构思 仙西逃避鹰马 莱奥斯走一步穿一步 弃而掩藏家世 成年男人们面对无奈时的反应 在这三位上无情地展示 哪怕是晚包 拿出勇气逃避武贺魔术的前提 也是认为黑魔法 真的有可能将自己变回人类 成年的标准 不仅是身体发育完全 心理状态达到生涯巅峰 心智趋于稳定 并且根据经历变得坚固成熟 无论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成熟 同样是成年的标志 关于这部分 咔咔的下篇内容是在细说吧 古典奇幻的经典套路 史诗勇者正义邪恶 让读者与观众暂时脱离此人间 来一场完全的一世界冒险 是托尔金老先生一生追求的目标 究竟老师用漫画补完着这个题材 迷宗犯从名字就很成年 我们的蛋白质通过杀戮获得 纳着世界的死亡 同样不应然用消失轻松带过 所以我想试着坚持自己的观点 相对年龄应该是有用的 哪怕这所谓的合理化不太浪漫 其实想想 成熟大概就是逐渐脱去理想 穿上现实的遗装吧 这篇铺垫用的小记 到这里先找一段落 感谢每一方三连支持 超级感谢与充电就正软机了 想尝更多迷宗饭内容 订阅与关注也拜托了 时间真的是一个很神奇的讨论对象 人类凭自己的标准 量化了这个概念 却没法驯服它 无法缩短 无法延长 连一丢丢的停纸都做不到 在石板上雕刻 在硅甲上转刻 在纸张上书写 在屏幕上记录 无论跨越了多少奇异点 好像总在原地踏步 我是那种乐观消极主义的人 在规则中其五彩美丽 我并不讨厌明媒时间的枷锁 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好 然后享受活着的日子 是一件很酷的事情 九尾的后继这么啰嗦 下期也记得回来见我哟 拜拜